试试试! Hello大家好 我是Rica 又带了我爱开箱时间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英雄学院来啦 那他A到D赏呢 都是公仔 那我就从A赏来为大家介绍吧 那A赏呢 是綠谷,那我就看下來給大家看 A賞綠谷 那他這一隻呢,他的頭髮是做比較飄逸的感覺 那這隻臉部呢,他這隻是做比較可愛的風格 那他的面,前面有做他的面罩 後面呢,有做出他的頭套 那他的細節上面其實都做的還不錯 那我個人呢,會覺得說他的下半身 下半身的部分做的比較有點粗壯的感覺 那鞋底的部分呢,給大家看一下 他有做出他的紋路 然後整體呢,還不錯 那他這隻高約26公分 綠谷 C賞轟 也就是我最喜歡的轟 那我看一下給大家看 那他這隻呢,跟綠谷一樣他的頭髮也是做飄逸的感覺 那他這次呢,他的臉部表情跟他維持一貫的作風 就是冷酷,非常的帥 那左手的部分呢,他有做出火焰的特效 然後他看起來會有一點 厲害的地方,他看起來會有一點 呃...飄...呃...應該是說騰空的感覺 然後右手的部分呢,他是做冰的特效 最好是做在手上面 那他上衣呢,跟褲子的部分呢 都有做褶皺 然後有漸層色的,看起來會有漸層色 那他細節上面呢 背帶啊 腰帶啊 還有手腕的部分啊 其實都做得蠻細緻的耶 那他鞋底一樣,都是有做紋路的 給大家看 超級帥的 我覺得這一隻,我個人覺得啊 這一隻呢,應該是 我的一九學院出到現在啊 最帥的紅 那下一隻是 第一嗓 切倒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切倒呢 在之前的一番嗓比較沒有出 那最近景品有出一隻 那這是第一次他出在一番嗓裡面 那我就開箱給大家看 切倒 那這隻切倒呢,我覺得他的面具做得蠻立體的 那頭髮的部分呢,他是做紅色 然後裡面帶有黑色的漸層色 那他的身體的部分 跟手部的部分呢 他其實肌肉線條做得很明顯 然後他還有下半身的外罩 你看啊,他做得超級好的 連那種鬚鬚 他都有做出來 是不是 超級帥的 鞋底的部分,我看一下 你看啊,他鞋底也是 非常的酷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少了一隻 沒錯 我又包了一組回來 就是現在這隻 最後賞 爆 好 給大家看 是不是超帥的 那他這隻爆好呢 跟另外一隻B嗓呢 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我開箱給大家看 他這隻爆好呢 他跟B嗓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這隻呢 他的顏色沒有像B嗓的這麼的飽和 有一點 看起來有一點 戰損的那種感覺 那他的特色呢 我覺得是他的這個手部做的這個 爆炸武器 我覺得超帥 他做得超級厚重 有質感 然後身體這個地方呢 也有做出小的手流 非常的可愛 鞋底的部分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他這次的鞋底 每一隻的鞋底 其實都是做不一樣的 你看他每一隻的鞋底 其實都是做不一樣的 超級用心的 他這次都是做比較不一樣的 那這四隻呢 就是今天所 我的英雄學院所開箱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 好像少了些什麼東西 沒錯 就是 歐獨麥道 你看 這五隻擺起來 是不是超帥的 為什麼他沒有出一番賞呢 但我覺得他如果出一番賞 應該會 比較大隻 但你不覺得這樣擺起來 就是一個字帥 那我覺得呢 七月份呢 所出的一番賞 像是 七龍珠的 黃金大園 海賊王的 將之細埔 到現在的 我的英雄學院 我覺得都可以入手 因為我覺得都做得還不錯 那 十二月頂呢 還會出一個福音戰式的一番賞 大家會想要看我開箱嗎 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喔 那今天我的英雄學院一番賞 開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by bwd6 by bwd6 by bwd6